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,明星们的个人生活似乎无所顿藏,大众对其中的种种丑闻早已司空见惯,即使有少数明星能够守住底线稳步发展,但很多明星还是在这个大染缸中迷失自我难以回头。 哦,在北京就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,其中就涉及到三位备受关注的明星,他们原本星途璀璨,最终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,在群众的举报下,针对违法明星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 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,最终堕入深渊轮眉法治卡呢?流量小声,嫖娼被抓,惹众议。 曾经的李一峰是备受观众喜欢的头部明星之一,他靠出圈作品古剑奇谈为大众所知,他在其中担任主演,当时这部剧占据榜首热度之增不减,也正是凭借这部剧李一峰成功打响知名度。 后期他不仅在影视方面占据一席之地,还在音乐和综艺方面多线发展,曝光度越来越高,成功跻身一线明星之位。 也正因此,他被大众评为国民校草,不管是外在还是性格都成为很多女生心理择偶的理想型,特别是一群年轻粉丝,对他喜欢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。 无论他身在何处演出,粉丝们总会早早等在机场接机,现场被围的水泄不通,一度造成交通拥堵。 当大众认为李一峰的职业生涯会稳步提升更上一届时,他却被卷入一个令人震惊的舆论风波中,直接将其从云端推下,跌入深渊。 事情发生在2022年,李一峰被朝阳群众举报在酒店设嫖,结果被警方成功抓获,消息出来的时候李一峰已经被行政拘留。 这件事迅速冲上微博热搜,在网上引起大范围讨论,一部分粉丝和路人表示难以置信并感到失望。 谁能想到他作为顶流,会在事业蓬勃发展的顶风期,做出这样令人震惊的举动。 更无法想象平时看起来单纯正直的明星会走上违法的道路。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,有时候光芒万丈的舞台却恰恰距离深渊最近。 李一峰嫖娼行为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,不仅在法律上受到了惩罚,也在道德上备受谴责。 这场风波不仅仅是几句道歉就能平息的,因为这件丑闻,原本中秋晚会还想邀请李一峰出席,也被临时取消。 他名下的代言品牌更是迅速与其工作室解约划清关系。 同时,他早先拍摄的影视作品也被全网下架,综艺节目往期内容查无此人,为上映的所有作品基本在无上映的可能。 这样的连锁反应导致了李一峰的人气和观众员一落千丈,被观众声讨。 有网友往下伸疤,发现更让人震惊的是,这并不是李一峰第一次做出违法行为。 根据警方透露,李一峰已经认罪并承认自己曾多次嫖娼,这更加说明他不是一时冲动犯下错误,而是沉迷于这种不良生活方式。 这让人不禁感叹,那个曾经备受推崇和爱戴的偶像如今看起来确实这样讽刺。 这场风波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明星的角色和责任。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,引以良好的榜样示范自己,维护自己的名誉和信誉,而不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徘徊。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,多数明星学历本就不高,做出这样的事也不难接受。 那么接下来被定在耻辱柱上的这位,却是中国著名的钢琴家之一。 风光无限,钢琴王子跌落神坛。 李云迪是中国钢琴家当中的佼佼者,自幼他的母亲就对他的教育很重视。 每天让他坚持练琴直到深夜。 这种严格的训练加上李云迪在音乐方面的天赋。 迅速使他在钢琴上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技巧,音乐才能令人惊叹。 李云迪在国际比赛中意义生辉,多次斩获大奖。 他的成就使他在音乐界获得一席之地。 这更是对他音乐造诣的最高褒奖,这也让他的名字在国际舞台上广为人知。 李云迪的音乐才情与演奏技巧深深吸引着乐迷的目光。 在他灵活的知法下,每个音符为伟道来,令人陶醉在音乐中无法自拔。 他演奏的音乐引人动容,旋律如水不闻动。 仿佛是森林中的精灵随心所欲地跳跃与指尖。 他的演奏有时展现出激情奔放的情感,有时呈现出细腻的情绪引人共情。 每一次钢琴演奏,都像是他的灵魂在与音乐对话,将人们带入一个美妙的音乐天堂。 李云迪不仅记忆高超,而且具备非凡的专业素养。 再加上他周正的长相,长期浸染在艺术氛围中,有种独特的气质,被大众赞誉为钢琴王子。 李云迪刚成年,就以出众的音乐能力,斩获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。 他的音乐才华让乐迷未知倾倒,对他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期待。 然而2021年,他的形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 就在这一年,惊人举报,李云迪在一家酒店招嫖被警方抓获。 理由是他涉嫌嫖娼,这个消息一惊传出,迅速引起众议。 网友们觉得这样知名的艺术家竟然也会嫖娼,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后面的失望。 李云迪的钢琴生涯也算就此终止,身上永远落上这一负面形象,名誉扫地。 官方账号也下场通报此事,李云迪就此沦为法治卡。 这件事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李云迪的声誉。 曾经被视为天才的他,一下变为钢琴界的耻辱,让大众难以接受。 曾经将李云迪视为音乐楷模的粉丝,在网上也嘲讽道,公众人物通常毁于两件事。 该睡的睡,不该睡的别睡这件事不仅对李云迪个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 对于整个音乐界和社会也起到警示作用,他再次提醒我们,才华和成就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品德和道德准则。 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,尤其是公众人物,都应该符合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,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 谁能想到堂堂艺术家竟会在性丑闻中,李云迪参加过的音乐节目也将其脸部打码。 公众层面上就此封杀。 据报道,李云迪不是初犯,之前因为证据不足,李云迪未被拘押。 可这次事发,另一方和他存在多次性交易行为,两人用转账方式结算嫖娼费。 警方后期调查支付信息还发现李云迪多次实名付款,证据确凿无可辩驳。 对于李云迪个人来说,这次事件应该留有警醒,作为一个先锋艺术家,他应该倍加珍惜自己的声誉和形象,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音乐事业及社会的坚守和承诺,维护自己所取的成就和信誉。 调娼不仅违法,还对青少年树立不好的形象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。 在道德问题上,他应该积极为社会传递正能量,而不是以这种方式挫伤大众对艺术家的信任和敬意。 公众人物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容易受到各种诱惑,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过于放松。 只有大众对此类事件表示零容忍,才能给公众人物敲响警钟,一旦犯错就要承担起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。 说完,因私生活毁掉虔诚的明星和音乐家,接下来这位更是令人发指。 做出的事情较之前两位恶劣程度翻倍上涨,出身演艺世家却因吸毒虔诚进毁。 张国立的儿子张默自带资源进军演艺圈,借着父亲在圈内的影响力和自己的演技。 一路顺风顺水,曾参演过多部大众所知的影视作品,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。 本以为他能就这样稳步发展时,意外出现了。 据报道,2012年张默被爆出在一次派对上涉嫌吸毒,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 许多人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,想不到一个拥有出色演技和良好家庭背景的人,怎么会去吸毒? 2012年一个举报电话打到警局。 报案人说发现几人一起吸毒,警方迅速赶到现场,成功将涉毒人员当场抓获,其中一个涉事的明星就是张默。 得知这一消息,张国立立即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,试图将舆论对此事的关注度降到最低。 由于张国立在娱乐圈中有一定的地位,他成功影响了媒体的报道,并尽最大力掩盖了这一事件的真相。 那时的互联网发展并不成熟,否则这个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掩盖过去。 为了保护张默的前途,张国立甘愿丢掉演艺界前辈的面子,代替张默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。 声明中,他承认是自己没有严格教育才使得张默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。 他替儿子恳请社会的原谅,可当时张默正值青春年少,对这件事的严重性丝毫不在意。 从未想过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心徒,更不明白父亲这么做的苦心。 他认为父亲从小对他关心太少,此番帮他摆平事情都是欠他的,本就理所当然。 可后来逐渐了解我国对于禁毒力度究竟有多强厚。 张默渐渐意识到他如果再毫无顾虑,父亲不一定能保得了他。 于是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他安分守己继续拍戏,仿佛在向大众展示,自己已经彻底改变了。 在此之后,张默甚至在一部影片中饰演一名击毒警察。 观众们以为他真的长记性了,却不想他只是为了立在伪装。 才过了两年,张默再次吸食毒品被发现,两次吸毒记录均记录在案。 张默的演员之路彻底终止,舆论压力如滔滔江水般涌来,张国立也感到力不从心。 老话说父母爱其子,比为之际深远,可见一贯的溺爱,只会毁了孩子。 总结,吸毒和嫖娼行为都是违法的,他们对个人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都构成威胁。 对于演艺圈的明星来说,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,积极做出正确的选择,并承担起自己的法律责任。 最重要的是,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。 正是因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,相关事情已经发现要绝不容忍。 如设计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,请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 如有事件存疑部分,联系后即可删除或做出更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